继中共当局出台9号文件规定七部讲之后 日前多家中国媒体刊载 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还有教育部党组联合下发16条意见 来加强高校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 有分析说继七部讲之后 这个16条呢更是直白的表达了当局思想控制的意图 5月4号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 意见指出少数青年教师政治信仰迷茫 思想信念模糊 职业情感与职业道德淡化 不能为人师表 意见中强调 有关各级加强领导和管控 并要求教师强化政治理论学习 深入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 河南驻马店教师许鸿斌表示 这是中共当局要进一步加强思想管控 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所谓党的领导 加强思想控制的一个办法吧 好像还有一个期不准 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啊 青年教师好像现在思想比较活跃啊 好像是土石价值啊什么的 好像他们是怕这个吧 不过我们感觉到还是好像是在这方面 往这方面的水就好像不大对头 还是应该把这个关注的精力啊 还是放在那个腐败上 5月上旬网上传出中共当局对高校教师下达七个不要讲内容 要求教师教学中不要讲普世价值 新闻自由 公民社会 公民权利 中共的历史错误 权贵资产阶级 司法独立等 据报道 七部讲文件下发之线团集 其中说到 宣扬普世价值的核心目的是排除党的领导 而公民社会的主张是要在基层党组之外建立新的政治势力 新自由主义理念是反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提倡西方新闻观念是反对党一贯坚持的喉舌论 要摆脱党对媒体领导搞苏联当年改革时推行的公开化 用搞乱舆论来搞乱党 搞乱社会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 从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规律 中共强调什么的时候就说明中共在哪方面很薄弱了 甚至出现了危机 中共转文要求家庭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 文章里甚至用到了高度重视 切实家庭等词汇 这就是中共很明显的在告诉大家 当下学校里的青年教师的思想已经严重的偏离了伪光证 这个让中共非常的恐惧 因为老师对整个社会的下一代影响非常大 这些老师的思想引导就决定了 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不是还能继续维持的问题 林子旭表示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感觉 三四十岁的年轻教师大多有自己的思想 不管教什么课程的老师和学生们熟悉了之后 他们往往会说出一些真边实陛的话来 而且学生们对这些话非常感兴趣 到了今天网络非常的发达 这些年轻老师们几乎是人手一部智能手机 人人看微博 他们思想一定是更加的活跃开放 接触到了外部世界的信息以后 中共的那些宣传在他们心里就是垃圾 说白了中共的思想和自由世界思想的矛盾 就是党性和人性的矛盾 中共那套连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垃圾理论 就根本找不到市场了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讲师法学学者腾标 对德国之声表示 近期中共当局在意识形态领域 不断透过御用文人之口传递出七部讲 包括对青年教师思想管控的十六条 显示出当局对网络化时代自由言论难以控制的焦虑 腾标表示 任何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 政治都不能干扰和绑架学术 他说正常的社会不可能用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 来控制整个教育、新闻和宣传系统 只有中国这种体制下 才有控制言论、统一思想的必要 从解写中和宣传系统 我看到健康的社会 Og我们这个指向 是这个期设计谋和宣传系统 Wein站的言论